爸 回来了 接到你电话我就赶回来了 妈在哪儿呢 生气了 行 那我先去看看她 古叔 我们准备去机场了 要回家了 是啊 这半个月的挂号信 就麻烦您收一下 没问题 放心吧 你几天的飞机啊 十点飞香港 然后再转机去郑州 再搭车回老家 到家吃年饭 恐怕得大半夜了 那你爸爸妈妈呢 他们等不及 现在车上等了 那行吧 那赶紧赶紧走吧 否则要晚了点了 谢谢 古叔 没关系 喝水 有什么龌子 还可以 快不上去 再帮你帮我 该来 你不可以啊 知道你帮我 乔国 你帮我 你开门 你不能享受 《教宏》 可是你是不是 妈 爸给你的录音带您听了 我前两天听了一下 挺好听的 我放给你听 你会让你解决了 你牵就了 你牵着你 我走开 你走开 我走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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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哪怕是你觉得应该跟我离了 再重新回到王金水的身边 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是说 既然王金水他回来了 如果你无法原谅当年我骗了你 你想再重新回到王金水的身边 我愿意解自离婚 是 金水又来信了 但这事我一个人处理不了 小荣是金水的儿子 我们去找小荣 我当着大家的面告诉你 金水的信里写了什么 妈 爸又来信了 手续半全了吗 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你 怎么了妈 你快说话呀 你想急死我是不是 你爸这封信 把这几十年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说得更清楚 我改嫁不久 你爸在台湾娶了陈秋娟 陈秋娟 就是你岭奶奶的媳妇 你小时候叫她邱娟仪 他不是已经头海死了吗 嗯 对呀 文歌前 阿宽她把来的那封信 原来说的都是真的 他没死 飘到了小金门被救了 后来跟着你爸去了台湾 妈 这跟我爸回不回来 有什么关系啊 一方面 我已经改嫁了 另一方面 林奶奶还不知道 她儿子已经死了 况且秋军又嫁给你爸 他们想来想去 怕伤了老太太的心 所以决定 暂时先不回来 什么 我爸他不回来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这不好端端的 为什么不回来了呢 这信 我看看 好你个宋长文 我爸不回来 全是因为你 我跟你没完 小荣 宋长文 你干什么 我爸就是因为你才不回来的 宋长文 放下 小荣 我跟你没完 放下 我跟你没完 放下你 对不起有用吧 我爸他不回来了 朝伟 走吧 小荣 朝伟你先走 你别拉住我 你冷静点 宋长文 你别走 王小荣 你给我站住 宋长文你给我站住 王小荣 你别走 王小荣 你爸他自己决定不回来的 能坏我们吗 我不相信 王小荣 你听我说 其实不回来 不一定是坏事 我爸他已经确定回来了 但是我妈跟我姐 两个人越闹越交 吴巧云 你会说话吗 不会说话给我闭嘴 我跟你姐能闭吗 能闭吗 你姐巴不得你大妈跟你爸 这辈子都别回来 而我呢 我比他们冤多了 你知道吗 我想我爸 我爸也想我 我们父子俩 巴不得能够早一点见见呢 要不是 妈 你自己看 我爸心里写得清清楚楚 要不是因为我妈 我妈她嫁谁不好 拼人嫁给那个宋长文 王小荣 哎呀 王小荣 妈 你别搭理他 他这人就这样 说话可我没真难的 哎呀 是妈对不起你 你要是想把你妈给逼死 你就接着往下说 哎呀 妈 王小荣 跟你妈去道个歉啊 道什么歉 谁跟我道歉 我把她不回来了 你知道吗 王小荣 王小荣 天底下怎么会有 你这种倦吕 妈 吃饭 你不拿了 让她去 我赔了 你怕去 你吃好好喝 你喝了 你喝了 看你喝了 我把你喝了 我喝了 那你喝了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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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就会好多了 说实话 除了怀小荣的时候 妈怀疑我的清白 这还是第二次 我又想到了跳海 死了一了百了 淑萍 你可别吓我 知道吗 现在小荣怨我 王金水她恨我 你知道王金水 为什么会去求决吗 人家在同一个屋檐下 做了十几年的假夫妻 就因为知道我改嫁 这假夫妻才成了真夫妻 她怨死我了 她怨死我了 都是我不好 一切都是我不好 她真恨死你了 恨死你了 恨死你了 淑萍 我真恨你 我真恨不得玉堂栽了你啊 淑萍 对不起 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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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都没睡呀 我不是说了吗 王金水不回来了 你以为王金水不回来了 我就能松口气了吗 以前的邱永妇或许可以 但是今天的宋长文 我真的做不到了 淑萍 昨天你回来说的那些话 真的吓到我了 其实真正应该死的人不是你 是我 我真的不是个人 我真的不是人 来 干 来 我是 明天一早的飞机就走了 特地来给你们父亲俩辞行的 一路平安 另外还有个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 你就吩咐吧 关于再顺落叶归根的事 这些年 也承蒙你宽宏大量 我们已经成了 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了 说见外话了 这几十年我和邱娟 还不都承蒙你照顾啊 可再说你妈不知道啊 当初是我拿着墙活生生 把人家儿子给押走的 现在送回去的 就剩下个骨灰坛子了 这些年 让你品牌 我香推荐 你太郑了 现在给我的母亲 这个桶子 你真是小二 我认为我 你就把它吊去 有这个桶子 喝了 然我 不断打了 你又给你 经历我 我拖了好多关系 终于打探到 佟永春的下落了 找到永春哥了 进水啊 你招呼鼓旅长吃点菜 来 鼓旅长喝 看这上面啊 写了他部队最后的番号 听说他退了之后啊 被退府会派去挖山了 有人看到他是在 福寿山农场一带 大概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啊 这段时间呢 忙着回去的事情 忙得我是晕透转向 我也没时间上山去找他 你要是有时间啊 帮我上山去找找他 他媳妇找他找得可辛苦了 这能不着急吗 想阿南他们几个混得好的 都已经到家了 那方方看的 你说他心里什么滋味 若欣 这些年来 我和秋天在这儿 摆这个小摊子 也没好好休息过 正好趁这个机会 上山找找永春哥 咱可以好好玩吧 那就麻烦你了 要是一有消息 就马上通知我 听说那边电报也通了 这下总比写信快 你放心 我一定办妥啊 怎么 有事 咱兄弟俩有什么不可说的 说呀 金水 你陪古旅长聊聊 我去忙去了 慢慢聊 去吧 去吧 来 来 来 说说说 我问你啊 这本来说好回去的 怎么突然不回去了 是不是在钱上面 有什么困难 钱只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 还是为了邱娟 前一阵子 我火急火燎地想回家 我忽略了她的个人感受 让我突然想起来 咱们都这把岁数了 男的已婚 女的已嫁 我就算回去了 我见到许舒平 又能怎么样啊 明白了 女的都一样 我现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 这样 你就记住我一句话 随时回去 有困难啊 一定要来找我商量 爸 来 干 来 来 老太婆 是不是可以装行李了啊 我说你别点了 你这来来去去都点了多少遍了 装吧 装吧 你别吵我 一会儿又忘了 一次要去两个地方呢 又是福建 又是河北的 要是万一落下什么 就麻烦了 谢谢 谢谢 我来装吧 快快快 我的歌没了 帮我把带子翻一下面 我再听一遍 我说你这个人哪 这两天翻来覆去就这么一首歌 你烦不烦哪 我听得耳朵都快长剪子了 我恶恶不放 那还不都是愿你们父子俩 我不听非让我听 这下好 我听上瘾了 不听都不行了 快点 帮我翻个面 好好好 好 那我就装箱喽 怎么了 我每次听到这首 母亲您在何方的时候 满脑子想的 都是当年 我把巧柔因为疏忽 留在小岛上的事 这两年 断断续续的也和他们通过几封信 可是给我们回信的 却始终是巧云 而不是巧柔 是巧柔 我真的很害怕 巧柔会不会恨我 不认我这个娘了 你听我说啊 老太婆 那个 是你十月怀胎 把巧柔给生下来的 母女怜心哪 她不会不认你的 是巧柔 是巧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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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你妹妹 你可别闹别扭啊 妈 您放心吧 巧柔啊 就是脾气倦 我想她不会那么不懂事的 只是 明天码头接人的事 好 你不去接也没关系 你只要愿意待在家等就行了 最主要的就是 明天你爸妈来 你可别伤他们的心哪 妈 要不这样 您先回去忙 巧柔呢 我来劝她 您不是 还有一堆事情要做吗 好吧 那你好好劝劝她 好 巧柔啊 我们说好的 不伤你爸妈的心 好好跟她说说 我说你啊 不想去接人也就算了 干吗把事情闹成这样 我的事儿 我不用你管 不是 巧柔呢 巧柔在哪儿 那个 我姐啊和我姐夫 在家做了一堆好吃的 等咱们回家吃团圆饭呢 在家等我们吃团圆饭 好 那还不赶快走啊 来 大姐 来 走 走 走吧 来 好 好 爸 走走 就在前面啊 对 就在前面了 好 他们家团圆了 咱们就别去凑认了 是啊 要不 咱们上套妈祖庙 去上根香吧 走 爸 大妈 你们还行吗 妈 没事 我们要是累了就歇一会儿 好 爸 你慢点 来 好好的村子不住 住在这荒郊野岭的 谢谢 谢谢 就在这里边了 少说两句 快到了 好好 来 到了到了 就这里边 就这儿 巧柔 巧柔 妈来看你了 妈来看你了 你在哪儿啊 巧柔 嗯 玉梅啊 巧柔 你们是住在这儿吗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是啊是啊 奇怪 两个孩子跑哪儿去了 早上去接你们的时候 还在的 是啊 大妈 大姐 你别急啊 你等等啊 姐 姐 巧柔 姐 巧柔 姐夫 快 巧柔 这有一封信 啊 啊 心事要怎么说啊 快 快 快读给大妈听 大妈不识字 这个 哎呀 来来来来 我念我念 妈 原谅我跟小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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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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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这 信 这里有封信 来 给我 二老走这一趟极力的山路 一定够俏了 您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荒山野里 因为我跟巧妙 有一个把全村男人都带走的霸卫 因此从小 我们姐妹俩 就是岛上每一个女人见了就讨厌的眼中军 是珠刺 每年到了能带走岛上男人的那天 我看看 寿命的姐妹都会到沙滩上 祈求大海早日把家人送回来 而我们母与三人 却连跟大伙一起积海的权力都没有 因为我和妹妹的血液里 留着永远无法洗涮干净的原宿 好不容易解到您寄回来的头一封信 心里头却丝毫没有提起我的母亲 从那一刻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古巧妙注定是一个有爹生 没霸养的孩子 将我拉拔长大 让我结婚生子 赋予我一切的视力欲为 我早已经认定了她是我唯一的妈 天底下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女人 能够取代她在我心目中 母亲的地位 你们快告诉我 巧妙到底说了什么 大姐 这都怪我 我没有把巧妙叫好 对不起 我 我 巧妙到底说了些什么 她想跟我说什么 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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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麻麻 愿麻麻 都是麻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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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错了 你 你在哪儿啊 你就出来见一下麻麻吧 妈 妈不该把你绑在大树下 妈回来了 你就出来吧 我的柔啊 柔儿啊 妈想了你四十年了 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你看看你妈 那是你轻生无忌 柔儿啊 你要不想见她的话 咱们赶紧走 走 走 慈悲的大妈 二妈 四十年了 我在这儿跪了四十年了 请慈悲 把我的再生还给我吧 大妈 二妈 好 好 真的很对不起 你们才刚到 就让你们听见 我们母女发了一夜的牢骚 该受对不起的是我们 妈 这怎么能叫发牢骚呢 这么多年 您也是的的确确苦过来的吗 爸 大妈 本来您来之前 我妈都交代过 过去的事情都绝口不提了 我们说那么多也就是希望 您能理解我姐是怎么想的 我现在你会不会强调的 我现在就会发现得更多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